为什么你触碰她 停止触碰她 别触碰她 任何人都不会对外泄露此次活动内容 包括我当天去拍摄的时候 我也跟我同样的小伙伴讲了 这次活动我提前没有告诉大家 当场我们等待的时候 并不知道她是在商业直播 对方也并没有在开始前做任何的提示 甚至在开始前 她用手机拍摄了我们所有的人 因为我们当时是为了拍摄 中国新年祝福 都拿了中国的小空旗 但是对方执意说我们是日本人 并且说我们的旗子是 这个词汇它是具有一点真意性的 这个词并不是很礼貌 但我当时也觉得可能她不懂 没有跟她有更多的一个争执 之后莫金先生开始演奏的时候 我们差不多完全陆陆续续都到了 原本以为她只是路人 来玩几首曲子就走 一般大家可能就弹个几分钟 但是她就一直沾用这钢琴 之后我才意识到 这个在后期了 她其实是一个油管200万的博主 我们当时等了大概40分钟之后 我的小伙伴就让我 虽然礼貌性的问一下 到底她还要用多久 但是并不是说叫停她的使用 我是在她一首曲子结束后 才问她的 并不是像她说的 中途扰乱她的音乐 Chinese Stop His Music 这个是完全没有的 然后我去问她 她的助理就一直来拍我 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 她可能说是 这个自媒体的博主在拍视频 但是当时没想到 她是在做直播 所以我也就问了一下 这个能不能删除这一个视频 因为我们今天的内容 是Lang Disclosure Board的 它不是能够提前公开的 然后她一直在问我 为什么呢 是因为Chinese government吗 如果不删除的话 那会怎么办呢 China会诉她吗 它尝试就是去说一些 让我真的就当时不知道 我该去说什么 而我的小伙伴们 他们看到这个情况 有就一个女同学 跟一个男同学 他们就过来 只问她到底是什么情况 她在公共的过程当中 也是试图去 拉我们另外一个 女同伴手上的国旗 但之后在她助理的视频里面 并没有看到这一步 他们当时就只拍了上半身 上半身里能看到她的胳膊 是往她前面去弯的 在外面 即便是我们的小国旗 我们作为中国儿女 也是要好好的去包管 合理的 有尊严的去使用 不乱丢国旗 不怂坏国旗 如果见到随意 怂坏国旗的人根是 我们要主动上前致志 用自己的行动 去保护国旗 所以当时那个男性同伴 他也是比较稀动 说了好几次 Don't touch her Don't touch her 但这个部分 就是可能被单独剪下来 别人可能觉得 这个人是一个 印记的一个情况 还有内容大多 都是具有两面性的 他只发出了 他自己剪柴过那一面 之后 King's Cross的副尊 也找到我们 说这个人 其实是一个常客了 他当天其实并没有 任何演出的商业许可证 但是在公共区域 做商业用途 以后如果见到他 不会再允许他的使用 同时警察也在 尽力帮我们 要求他删掉 关我们的视频 但是他在问及 我们的允许的情况下 还是把我们视频 创成的各个平台 我想把我所经历的感受 分享给大家 愿世界充满爱与和平 也感谢此事件中 帮助我的海内外的朋友们 再次感谢大家